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你的内心却一直存在这种概念 比如你的心中有这样的想法 我帮了你 你就应该帮我 佛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你不要找标准答案 如果你在佛法中找标准答案 这个佛法就会掉入陷阱 佛法只是用各种角度来治你的病 破你的执着 如果你把它变成标准答案 那个标准答案就会变成你的另外一种执着 比如我说读书是为了改变气质 你不会说我不对 但是并不仅仅只有这个答案 读书是为了明理 为了好好带人接物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 有很多答案 你不需要抓一个答案不放 同理 你的第一个孩子跟你讲 爸爸 我要去台积殿上班 你赞成 可是第二个孩子告诉你 爸爸 我要去做泥工 你赞不赞成呢 佛法没有标准答案 其重点就在于提升别人 帮助别人 化解别人 这个方向是不变的 你的标准答案 如果是胡说八道就不对 而佛法不是胡说八道 而是通全答辩 因为一切都是假命安利的 所以它可以千遍万化 应以合身得度而化合身 简而言之 善恶是你的观念 在日常生活中 当别人的想法 与你的观念抵触的时候 你要先看到 在那个当下 你应该放下这一种相对的概念 但是 当对方的观念太离谱 即他已经违反了社会秩序 你也只能够随缘归权 就看你有没有能力 善恶都默思了 你对法这一种平等不二的概念 是要有很深的体悟 你才不会轻易与别人争辩 才不会轻易动怒 你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一般来讲 别人不会讲很严重的话 比如 你的孩子一般不会说 他要去杀人 通常 让你生气的 不是他要去杀人 而是他不听你的话 他抵触你的想法 你孩子的想法 跟你的不一样 以封建制度归之 他就是不孝子 其实佛法很民主的 民主道 不会示威游行 请你放下你的知见 请聆听别人的内在吧 纵使你没有能力改变他 其实 你已经尊重他了 你已经让他得到了安慰 由于你的尊重 说不定你讲什么话 他才听得下去 所以 你就能够因此 而跟他不断地亲近 由于你没有自己的想法 你的内在 如同一轮明月 清清楚楚 般若智慧 从此而生 你就可以随缘度化 虽然他 顽劣不明 可是你内在是慈悲的 你是柔软的 你是有耐心的 他就会被你影响 改变家人 最快的方式 就是你已经变了 不会再跟他们争 跟他们变 不会再动不动 就说他们使得不是了 文后思维 你愿意从 让别人受益的角度 看问题吗 心平和老持戒 行职和用修禅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